哈喽大家好 月之老海芳今天我们是出游的日子 我们今天要去露营 然后带着我们公司的团队算是一个小的团建 哈哈看谁来了 其实真的他这个赶完北极卡车之后 从大老远看他这个视觉的张力还是有的 非常非常的倒在 这个是我们两台北极卡车 你看这后备箱装了多少东西吗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装到这个车上了 然后包括五瓦大椅子大桌子 然后八人的帐篷 所有的吃的喝的冰箱呈在这里面了 哈哈哈哈 这鸭鸭子可以了 然后面前我剩下五个人满崽子状态 一会儿与你这两个 这个是8到10分的大帐篷 第一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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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把虫洞 对 虫洞 第一个车 这边介绍 我们的屁股特别肚子 一样 打不了这片就切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的迎币 OK 咱们一样一样了 这个是DMAX的后火箱 火箱的目前我们是当成一个灶台 刚才在这切肉 然后锅碗 瓢盆基本都布置在这个 这边是我们用来洗手的 然后打开水 然后这个是我们最新配备的一个虫洞的帐篷 这个帐篷 大家来看一下这边的车 对比一下它大小 这个帐篷是四室一厅 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客厅 然后在两边一边 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空间 然后中间再做一个风格的话 基本上是一边一屋 这样的话是四个四尺 OK 然后给大家看我做的这个 这个是咖喱鸡 然后里面有土豆 有胡萝卜 有鸡腿 我们做了五个鸡腿在里面 这个是小宋做的 不是小宋做的 小宋夫人做的 扁豆焖面 看着好好食欲 他的牌是九 但是后面有五 后面有比十大的牌 那把你压住了 你不不不不不 那我去 对 那我该应该 给喝那个月 他们在玩牌 我这在做点夜宵 这边呢是买的炉子 哎呀 红腻啊 然后把白天剩下的五块肉 猪肉给稍微烤一烤 李总 这碗没 你说这要是在北极圈里面 咱怎么吃啊 这个肯定没戏了吧 这种感觉 北极圈里吃饭是必须的 但是就别讲究了 主人要吃饱 其实想吃好很难 因为说在户外 天气比较冷 情况下 夺饭比较难 我们都吃 煮 煮面 煮肉 这种比较快 比较方便 哎 不过要进冬天 进北极圈的话 不用带冰箱 把肉往车辆一撑就行了 不用带冰箱 这是 大家好 今天是露营的早餐 我们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早餐 这个是香肠 这个香肠其实是不错 这个全肉的 虽然油特别大 但是能拿那个火烤一下的话 能把油给烤出去 然后油会往下滴 这样的话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 来接下来看看小宋他们弄什么 嗯 这个橙底锅太可爱了 这鸡蛋蛋 一锅一个呗 对 呵呵 看我们的早餐 培根 姜肠 磨磨 鸡蛋 来 哎呦 这烫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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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太刺激了 最后在野外吃饭 无外乎吃什么东西 而是一个环境 环境好了 心情就好了 心情好了 吃叭叭香 完了 这也失败了 我不想煎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